掌中劇團登場 但上演的不是傳統 宗校結義的歷史劇碼 而是企業家 白手起家的故事 接下來類似的活動 也將在新北市 各個行政區陸續登場 因為要推廣一文活動 新北市府結合民間企業力量 要在年底前 推出50場的一文活動 苏董事長拿著100萬的支票 去能給新北市政府 利用企業基金會 捐助了百萬元 新北市府將推出一文展演 主題書展 以及閱讀推廣活動 而且還要涵蓋各個年齡層 我想藝術人倫的涵量 是我們人倫精神 很重要的扎根動作 所以一個城市 除了我們的硬體建設以外 最重要是讓我們市民朋友 可以感受到人文的氣息 有愛爆發 一文受暖 因此從十月份起 包括在圖書總管 戲子 新莊 等各地十個場子 共有50場活動登場 要讓一文的種子遍地開花 TVBS新聞綜合報導